那我可能之後再把它做成截圖再放進去 就是大家就可以再看到我的資料這樣子 有一個小八卦就是剛剛那個Renshaw 他住的那個地方 其實是我研究所的時候住的地方 所以蠻有趣的這樣 因緣機會被他住去了這樣 好 大家好 我是吊嘎 那今天這個八分鐘的短講 是想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就是我們研究者對台灣黑熊的認識 還有為什麼會有提案通報系統這個發想 台灣黑熊是台灣陸地上最大的石肉木動物 我們目前在野外遇過最大的個體 有140公斤重 然後他們有一個嚴嚴的耳朵 胸前有地形的白色斑紋 秀雪非常的敏銳 然後也有好奇心 那也非常的激進 那在台灣的野外要遇到台灣黑熊 其實非常不容易啦 像我從2014年開始接觸台灣黑熊研究 到目前在野外 我是說到處亂跑的熊 大概只有看到三隻吧 這樣子 那台灣對黑熊比較深入的研究 大概是從20年前左右才開始 就是黃梅秀教授從美國回來做研究 那相較於歐洲跟北美算是晚了很多 然後了解黑熊族群的動態 一般人只覺得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抓黑熊 然後麻醉了之後掛上景圈 然後開始做追蹤 因為我原本是 我原本是瘦醫師啦 後來斜槓黑熊研究 這樣子 那所以黑熊掛了景圈之後 就是我們把它放回去再加上到處亂跑 那我們就有人透過衛星 去得到它的移動的路線 然後我們再藉由這些點位 去做進一步的分析 像這個是它的最大活動範圍 然後還有它的核心活動範圍等等 就是我們利用它們最終點位得到的資訊 那另一個研究方式是像這樣子 就是我們組成黑熊圓針隊 拔山涉水到台灣的各個山上的角落去做調查 那在山上就是我們會沿途紀錄黑熊留下來的痕跡 那這些痕跡經過了無數人鼓勵 有些流汗 我們得到了像左邊這一張 台灣黑熊出沒點位圖 這個大概都是十年來累積的資料 然後再經過一些modeling的運算 就是得到了右邊的這一張 是我們預測有台灣黑熊 應該會有台灣黑熊生存的範圍這樣子 那在研究的過程中 我們也辨識到了一些台灣黑熊面臨的威脅 像是氣息地的破碎化 我們可以看到左邊那張圖 左上角是雪山山脈 然後右邊偏下面這個是中山脈的族群 它其實中間是有阻隔的 我們發現中間有一塊破碎的地方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們過往的研究發現 我們很多在野外就是我們掛景圈的熊 一開始我們抓到它之後 它就是斷手斷腳的 那 就是 這個是在山上的一些像是不受夾 或者是套索陷阱所造成的情況 那研究的部分我們大概介紹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就是在2017年的時候 我們曾經接受到一個蜂農 就是養蜂的蜂農的通報 它跟我們說它的就是蜜蜂風向被破壞 一開始以為是有很惡作曲 後來發現好像不太對勁 所以就請我們去看 那我們在現場架了這頭照相機 也真的發現是台灣黑熊 那我們後來請蜂農把這些風向收起來之後 熊也就沒有再回來這樣子 那讓我們感到很訝異的其實是這個蜂農的反應 我們問他說你有什麼想法 或有什麼感覺 他跟我們說超興奮的 對就是 他們說就是熊是特有的生物啊 所以很希望可以有一個方法 幫助這個變為物種就是一直活下來這樣子 所以剛剛早上有提到我們協會 就是在這個事情之後 我們就是因緣際會發現 原來關心保育關心黑熊們很多 所以我們做了通報系統 那雖然目前這個系統沒有很好用 但我們還是蒐集到了許多不錯的資料 像是這個都是網友提供的 對 所以左邊這個聽說是一個 不是聽說啦 就是一個拍鳥的人 他就是在頻道上燈猛奇妙出現 然後聽到旁邊有點聲音 然後轉頭一看下一道這樣 那右邊這個也很特別哦 你可以看到這是雪地上的痕跡 它有大腳印跟小腳印 所以是大熊帶小熊 這個是我們從來都沒有看過的畫面 那就是被一些幸運的民眾遇到 所以其實我們的通報系統 還是收集到一些有用的東西這樣 那也有一些比較不愉快的經驗 像這個是台灣第一次 我們接到通報說有熊 在山上被發現受困在陷阱上面 所以我們就連夜趕去現場做救援 然後救下來麻醉的時候就發現那個 你可以看到他左手臂上有一個雷痕 那他其實沒有手指頭 代表他以前就中過陷阱 就失去了所有手指頭 所以就是一隻倒霉的熊這樣 那如果大家有看到新聞 這個其實是去年的中秋節 這是我們的 就是去年中秋節這一隻熊 在古關那個地方就是中了山豬的陷阱 然後他一直到最近才在被討論說 就是上市應該痊癒了可以被掩放 所以經過一年的時間才準備要送他回家 那類似這樣的情況就是熊進到人的生活範圍 在熊類的研究領域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人熊衝突 那這個是我們這幾年來世界各地都一樣 非常關心的議題 因為人跟熊都有可能會受傷 那其實只要有一個好的預警機制 就有可能就可以盡量的減少這個事情發生 那這個影片是一個成功預防了一種重複的案例 所以通報人跟我們說他的機色好像有不太對勁的東西出現 那我們去到現場就是擺了這個自動漫妝機 就發現是一隻熊 那有趣的是他為什麼會來這個地方 他在吃的東西是寄飼料 那我們就是經過現場的勘察就發現 通報人他的飼料都堆在他的那個藏鋪的外面 所以其實對熊來說就是吃buffet 那後來我們請他把這些東西收起來的時候也就沒有再來過 要不然原本通報人是非常的害怕 那最後是一個可愛的畫面跟大家分享 剛剛是小朋友在敲相機啊 所以這些年來我們發現關注熊的保育的人其實很多 那我們也認知到其實保育不見得 只能是研究單位或者是政府在做的事情 那其實大眾都有參與的機會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有一個平台 就是讓所有人都能提供有用的觀察資料 那這些資料不僅可以拿來做為研究的素材 也可以拿來做預防或者是解決問題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說 藉由這個平台也可以凝聚大家的保育共識 那我們懂得做研究 但不見得懂得利用新的方法 所以才會來到這個地方 希望可以尋求距離V色團的幫助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